Twitter上的一位日本網友 在南極的一個島上拍到一萬隻角王奇蛾群聚的畫面 其中一隻角王奇蛾後面跟著一顆巨型奇異果 特別引人注目 原來這隻是幼年的角王奇蛾 跟在大人後面的樣子 真是要令人夢化 原來幼年的角王奇蛾全身都是咖啡色的毛 長大後才會換毛變成黑白色 就是大家認知中的奇蛾的樣子 成千上萬的角王奇蛾聚集在一起 畫面非常壯觀 奇蛾群中有一隻鑑粉色的幼年奇蛾 跟著是一隻成年奇蛾身後 無論成年奇蛾去到哪裏 這隻好像巨型奇異果的幼年奇蛾 都會搖晃著軟滑滑的身體 跟著在後面的樣子非常可愛 又年奇蛾這層咖啡色的毛 是不適合入睡的 所以他們永遠都跟在爸爸媽媽後面 以便得到保護 這隻幼年奇蛾 乖乖聽話 跟著在爸爸媽媽後面的樣子 真是可愛又好笑 來看看這段有趣的影片 其實我走路幾樣本身很好笑 這隻巨型奇異果 走起來更加令人捧風 加上與眾不同的模式 網友們都忍不住說 更好一點喔 還未脫毛的奇蛾 我真的好可愛喔 好乖喔 好聽話啦 全校只有你一個未換制服的時候 讓我來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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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